下来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按Enter 比如说你填完之后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按Enter它会下一个 这个跟那个TabIndex有关 假如说呢 你那个TabIndex 我把画面切一下 如果你那个TabIndex 假如没有调整正确的话 记得那个TabIndex记得一定要做调整 OK,否则的话他不会说Enter会跳下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填正确的好了 填完之后 最后的话Enter理论上一般习惯是在这边Enter 一般的习惯 就会自动 把这些的资料,这边按Enter 自动把这上面的资料 填过来了 有点像这边按Enter 就会自动执行这个按钮的命令 可是问题,它预设的这个VBA本身这个表单 它预设好像不是这样,我们按Enter 它会 这个Enter有点像是帮你 转换成按Tab OK,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 当我按下 在这一个 文字方块里面 这个叫Test Box 叫文字方块里面 按下Enter的时候 它会自动 我需要的动作是帮我转换成 这个 按按钮的动作 那怎么 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 观念 就是叫事件驱动 什么样事件驱动 我先把它关一下 当什么呢 当这个 这个叫 当这个 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的话 当它背什么呢 诶 理论上是应该是按Enter 按Enter的话 基本上是Enter有个Key 这个是按键 Key Done的时候 所以特别说 请你把 这个 所以程式应该写在哪里 记得 1 请你写在这个Test Box 4的这个 点两下 那你点两下之后你会发现 他 点两下的话 等于是 这当这个 这个元件 他背什么呢 旁边就是他的事件 他预设的事件是Change 可是其实我们应该不是要Change 其实我们应该是 旁边这个事件其实你可以按注标按点他一下 下面有个清单 你可以改 其实我们不是要 当他什么 当他 那个Change的时候 而是当他 这边好像有个Enter 不过我试过 这个Enter好像跟我们理解的Enter 效果不一样 不是 而是当我按下哪个按键 所以这边有个Key 当我Key Place是按下去 Key Up 放开 所以其实比较有可能的是这个 叫Key Down 当我 按下按键的时候 OK 所以你就点这个好了 把Texbox4的事件改成 Key Down OK 那把Change这个 删掉好了 因为其实我们就不要Change Delete掉 那特别注意 程式记得就写在这里 那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写 不过我用推敲的 我知道说 他这边是支援所谓的事件驱动 当这一个 元件 被按下按钮的时候 所以 按按钮的时候 Key Down 可是特别注意 只有Enter才会作动 其他的都不作动 所以 他可以透过什么 ByValue 这个叫ByValue 就ByValue ByValue就是说 他会透过一个变数 引述告诉你说 你到底 按下的是哪个按键 特别是Enter的话 他这个Keycode 就内码的位置是13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判断 如果 一副 所以一样 逻辑一副 假如这个Keycode 所以这边我直接拿这个引述 Keycode里面的词 如果等于13的时候 那我才 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所以 一副 Keycode 等于13 意思说 当我 只有 按下 Enter的时候呢 我才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 然后 一样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一副 所以呢 这个跟刚刚逻辑判断很像吗 如果 Keycode 意思就是说 当我按一下Enter的时候 才去做 底下的词 什么词呢 我们本来应该是 跳到下一个 那这个时候 我不要跳下一个 我直接 让他去执行什么 执行这个表单里面的 这一个 新增动作 特别说 新增你把它点两下 你会发现 他其实就是一个sub 而且这个sub的名称叫什么 叫Command Button1 底线Clicker 所以呢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起来 这个sub 将来呢 我们可以 把它做呼叫 再回到刚刚这里 从这边点两下 也就是说 当他按Enter的话呢 我就去呼叫 按钮的那个sub 那怎么去呼叫 特别说有个关键叫call 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希望呢 透过这边去执行那个sub的话 那你就call 刚刚 我把复制部分贴过来 sub后面那个名称 叫CommandButton1 底线Click 诶 意思就是说 如果当他是按下Enter的时候 那你就直接 帮我呼叫 等于是直接就 呼叫那个CommandButton1 就有点像 帮我按下那个click的意思啦 OK 这样的话 程式写完了 我们来试试看 执行 刚刚的话呢 我们fff Enter 输入 刚刚是Enter的话呢 他会跳到这边来 那现在因为我多写了一个 在哪里呢 在这里 哪个事件 叫keycode 我跟讲 keydown 然后呢 去从keydown里面 他会告诉我说 他的keycode 到底你按的是哪个按键 的内码 那13的话是Enter 所以呢 当我按下Enter的时候呢 直接call 这个叫CommandButton1 所以 刚刚不OK的 现在要不OK Enter一下 诶 各位可以发现 我按一下Enter的话 他马上帮我call这个 所以直接就等于帮我执行这个程式 OK 所以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f 再来 再一次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快速的输入Enter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输入起来就蛮流畅的 他又跳回去了 也就不用多按一个 这个 新增的按钮 OK 这个是第1个 不过啦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就是有点像锦上添花 没有也没关系 但是有的话更好 OK 所以你会发现以后如果你自己做一个这一项表单 其实还蛮好用的 输入完Enter 输入完Enter OK 那再来的话 最后就是遇到 另外最后一个问题 像现在这个资料 如果我要去更改它里面的成绩 可不可以更改 没有问题可以更改 有没有 可不可以自己填 可以自己填 但问题来了 这个 如果说可以让使用者 随意都可以去变更资料的话 那会造成 将来你在资料上面的设计 会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因为资料就很容易被篡改 或者是说 不同的 Excel 档案 就会有 反正将来要合并了 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所以 我们 如果不希望 将来使用者可以 任意的去修改资料的话 那我们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从哪里呢 教育里面有一个保护工作表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 预先就把这个工作表 给锁起来 你通通不能动 我先把它保护起来 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那我密码输入1234好了 好 假如他不知道密码的话 他要变更资料 很抱歉 没办法变更 除非他知道密码 他也知道教育里面的取消 自己输入正确的密码 才能够 这个 把 保护给解掉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 他不知道密码 当然他就不能乱变动了 除非呢 他只能从这边填 填完之后呢 自动过来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现在 如果假如说 刚刚 我们不能改 也不能新增 可是问题VBA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VBA 会不会这么厉害 直接就可以 跳过保护呢 按新增会不会OK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同样的道理 你那个 Excel里面保护 VBA同样也收到保护 为什么 他没办法跳过啦 他没有 不可能说 你一般输入 可以 被保护 那这边就 一样 那可是问题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我们该怎么样 动态的 去把保护 取消掉 然后最后再把保护加上去 OK 所以按增错 你会发现他这有错误啦 因为保护 他也跟你讲 可能需要 密码 那所以呢 我们这边 经过防呆了 OK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能够让他跳过保护 也能够 所以特别有关键的地方 就在这里 我们应该是什么 在 城市的第一行 可以先把什么 把这个保护先取消掉 取消的话 就动态的取消 那 当理论上 当他输入完毕之后的话 在EnterSub的上面这一行 再加一个 再把保护加上去 这样的好处是说 我可以 不要让其他使用者 经过 人工的方式 自动去 做这个输入资料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 的这个部分 主要是什么 当Enter的时候 所以Enter在这里 当Enter TestBus 4 他被keydown的时候 判断说是不是keycode等于 keycode可以从这边复制 等于13的话 那就call什么 comment button eclick OK 另外的话呢 待会我们再来看 有关就是 如果 保护的话 那有没有VBA怎么样动态的 去取消保护 可不仅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